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新冠肺炎疫情在21号花莲县的确诊人数是新增了1,219人 而累计的确诊病例也达到了2,981人 县长徐振卫表示 从23号开始花莲县的线上教学 也希望所有的家长都能够和学校来合作 让整个教学的活动能够顺利的进行 也让疫情可以获得更好的控制 同时花莲的血库存量也已经不足了 因此花莲县政府也发起了你捐血我发球票的 捐血还能够看球赛的活动 花莲县21号新增1,219人确诊 累计确诊病例2,981人 县长徐振卫表示 花莲目前的血库存量不足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捐血 捐血还能够看球赛 呼应民众能够多捐血 让花莲的其他病患在医药师 能够有足够的用血量 我们现在的这个血库 这个是存量是不足的 而且血荒非常的严重 我们现在的A型的血 现在大概只足够3天 O型的血也是3天 AB型的血3天 B型的血也是5天 所以我们现在等于说 我们的捐血站的这个 已经呼吁了发出SOS 希望大家好赶快出来捐血 所以呢 我们在5月的这个272829 有3天的球赛 有3天的直棒 到花莲来比赛 所以呢 我们这个花莲县政府 跟捐血站合作 你捐血我发票 你捐血 那一起看球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呼吁大家 你平日可以到捐血站来捐血 500cc有两张 250cc有一张球票 记者凌杰 花莲市采盘报导